各位同学好 今天要来进行新的小单元 在这个小单元里 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减法器电路 减法器电路在组合逻辑当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电路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半减法器 半减法器就是一个位元的减法器电路 先画出它的方块图 再来半减法器的输入信号 有倍减数以及减数都是一个位元 放到方块图的左边当作输入端 再来看到的是输出的部分 输出有借位输出以及差值 都是一个位元的资料 放在方块图的右边当作输出 再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减法器会需要借位输出呢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做介绍 假设被减数为0 减数为1 将它们相减 可以看到的是0-1会呈现一种不够减的情形 这个时候就必须向高位元做借位的动作 我们记录下来跟高位元做借位 借位过来的结果会变成2 对于这个位元来说 这个2会去加上被减数 再去减掉减数 就会呈现出答案出来 减完的结果会变成1 那刚才提到的跟高位元的这个借位 就是借位输出位元 在了解半减法器的原理之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半减法器的真值表 同样的把我们AB的输入情况全部表示出来 再来讨论的是差值以及借位输出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AB结为0的情形 差值为0 借位输出也为0 再来看到的是A为0 B为1的情形 因为会呈现不够减的状况 所以必须跟高位元来做借位的动作 借过来的位元会加上我们的被减数 再去减掉减数 所以答案会为1 因为刚才的借位 必须要将我们借位输出位元记录为1 接着看到的是A为1 B为0的情形 输出的结果 差值为1 借位输出为0 最后一种情形 A为1 B为1相减完的结果就为0 也没有借位输出位元 再来我们可以将差值 透过布林代数式的方式呈现出来 等于A'B or AB' 同样可以将它表示成A Ecclusive or B 将它的电路图绘制出来 再来看到的是借位输出的部分 呈现出来的结果是A'B 同样可以画出其电路图 所以在右边的这个电路图 就是半减法器的电路图了 再介绍完半减法器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全减法器的电路 全减法器电路呢 是另一种减法器 它是能够将倍减数 减数 以及前一个低位元来的借位 来做运算 所以它称为全减法器 为了让同学了解 为什么需要用到全减法器 我们举一个四位元的减法运算 让同学来了解 先令我们的倍减数为1010 那么减数假设是0111 将两数做相减 先看到最低位元的部分 由于0减掉1是不够减的情形 所以必须要有借位的动作 跟高位元借过来 会呈现2的结果 这里的2就会去加上我们的倍减数 再去减掉减数 所以是2减掉1 答案就会为1 再来看到 刚才跟高位元借过来的1 就要把它记录在高位元的部分 叫做借位的位元 进行到高位元的部分 在这里要考虑到刚才被借走的借位位元 所以它会呈现一种不够减的情况 所以要跟高位元去做借位 借过来以后会变成2 这时候我们要将这个2去减掉刚才借位的1 以及加上我们的倍减数 再减掉减数 所以就是2加1减1再减1 答案就会为1 再继续往高位元走 在这个位元里头 因为倍减数为0 是呈现一个不够减的情形 所以还是要跟高位元做借位的动作 借过来会等于2 所以这个2会加上倍减数的0 再去减掉借位位元的1 以及减数的1 答案就会为0 最后最后最高位元的部分 倍减数是1 减数为0 但是不要忘记了还要扣除刚刚被借走的部分 所以答案会为0 透过这个例子 同学就会发现在最低位元的部分 可以去使用半减法器来实现 可是在高位元的部分 为了要去处理可能被借走的位元 所以就必须使用全减法器的电路了 接下来看到的是全减法器的方块图 它的输入是被减数 减数以及借位输入位元 都是一个位元 放在方块图的左边当作输入信号 再来看到的是输出 有借位输出以及差值 也都是一个位元的资料 放在右边 这个呈现出来的就是全减法器方块图了 在了解全减法器的动作原理之后呢 要推导出全减法器的真值表了 输入信号有三个位元 所以会有八种情形 全部先写下来 再来讨论的是差值 以及借位输出的部分 在一开始全度为0的情况下 差值为0 借位输出也为0 再来讨论的是 A为0 B为0 N为1的情形 会发现不够减的状况 所以先记录借位输出为1 要跟高位元做借位的动作 借过来会为2 所以会是A2加上0 减掉0 再减掉1 最后的结果就会等于1 再来看下面的部分 也是呈现不够减的情形 所以要将借位输出记录为1 借过来的位元会变成2 加上0减掉1 再减掉1 再减掉0 就会等于1 再来往下看 同样是不够减的情形 所以要做借位输出 借过来是2 加上0 减掉1 再减掉1 再减掉1 就会等于0 剩下来的部分 没有不够减的情形 所以就直接做相减 这个也是没有借位的部分 直接相减就会等于0 再来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不会有借位的情形 所以1减掉1 再减掉0 还是会等于0 在最后这个情况 A、B、N都为1的情形 又出现了不够减的状况 所以借位输出要为1 借过来为2 2加上1 去减掉1 再减掉1 就会等于1 接下来我们要来用卡诺图来做化解 先针对差值将增值表填入 再来是借位输出的部分将增值表填入 接着要做化解 在差值的部分因为没有相邻的1 所以个别将最小项填写出来 M1的部分 M2 M4 M7的部分 将它们偶尔在一起 再来看到的是借位输出的部分 紫色可以去做化解 化解 化解掉B 剩下A'N 红色的部分 可以做化解 化解掉A 剩下B'N 粉红色的部分 可以做化解 就会剩下来A'B 在推导出全减法器的布林带数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电路图了 先看到的是差值的部分 里头有四个and像 所以透过and杂来完成 最后 偶尔在一起 再来是借位输出的部分 有三个and像 所以三个and杂在最后 偶尔在一起 就会呈现电路图的结果 接下来看到的是全减法器电路图的另一种解法 先看到的是差值的部分 可以将第一项跟最后一项的N'提出来 那中间两项可以提出N 所以产生这样子的结果 同样的A'B' or A'B'就可以写成A'Ecclusive or B 那后面这一项又会等于A'Ecclusive or B'再去补数 跟前面的全加法器类似的动作 又可以再进一步的变成N'Ecclusive or A'Ecclusive or B' 再来看到的就是借位输出的部分 可以将第一项跟最后一项提出A' 中间两项提出B'进一步化检变成A'N'的夸糊 B'Ecclusive or N 在or后面的Bn的部分 根据刚才的推导可以画出新的电路图出来 先看差值的部分 先绘制出B'Ecclusive or N 再来是A exclusive or B exclusive or n 接着看到的是借位输出的部分 先将Bn绘制出来 再来是A'n的花糊B exclusive or n的结果 最后再将这两项给or在一起 就可以推导出全减法器的电路图了 那么眼尖的同学也会发现 全减法器电路图包含了半加法器 以及半减法器 以及一个or jar 各位同学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介绍了减法器的电路 同时也让同学了解它的真值表 以及怎么样去做化减的方法 那么在下一个小单元呢 我们要将前面介绍过的加法器电路 以及减法器电路做一个组合 变成加减法器的电路